能够女孩心里都有一个芭蕾梦 娱乐圈的女明星也不例外 好像穿上芭蕾舞服就能成为真正的女神一般 芭蕾舞作为优美又能展现气质的舞蹈 成为不少女明星拍摄主题的首选 李小璐 李小璐曾专门拍了一组芭蕾写真 纪念自己的生日 仔细一看跟性色甜心真的一模一样 但是她还是偏向于寒泛的舞蹈 跳起舞来有模有样的 金晨 金晨专业学舞蹈出身 在节目中碎碎便便一个舞蹈动作都能惊艳到众人 她穿着独具特色的苏绣公主群 在聂网河的船上跳出飘逸出城的清零舞姿 恋网友纷纷点赞直呼 美夫了 这中国风芭蕾也太唯美了吧 而且金晨可是在马路上就能轻轻松松依字马的人 这大长腿又直又细表示看待 柳诗诗 柳诗诗也算是专业芭蕾舞出身 但是练舞对她最大好处其实是气质的提升 多年练舞的经历让柳诗诗多了一些淡然的性格 她化身花仙子演艺清新俊勇的浪漫气息 展现画中美人的风骨 柳诗诗身上自带芭蕾舞者的高贵气质 文静淡然 美得无欲伦比 柳亦菲 柳亦菲的芭蕾扮相有种古典奥带地贺本的感觉 真的是被美死了 柳亦菲晒出的照片几具年代感 手脚每一颗小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 看得出功夫颇深 张泽天 奶茶妹妹是凭借自己的拉拉操实力才进入清华 张泽天的一组低胸露背跳芭蕾黑白写真曝光 渐显摇条身材和优雅清新的气质 此次拍摄为纽约华人摄影师李海英照镜 写真为黑白色调 奶茶妹妹大卸舞蹈功底和修长身段 姿势优雅气质清新 景田 景田的一组芭蕾风画报曾曝光 照片一出网友赞叹她不愧是有舞蹈功底 动作优美美伦们化 不过更多人却把焦点放在景田的芭蕾服上 画面中她穿着裸色打底衣 白色小肯件外套 许多网友评论说 吓坏了 这衣服还以为没穿 衣服太强劲 张慧文 张慧文也是芭蕾出身 穿上芭蕾服就像一个小仙女 画面中的慧文竖着寻常盘头发迹 身着芭蕾舞衣优雅起范 表准的鸭腿 依丝麻等动作信手拈来 还搞怪嘟嘴玩起了表情秀 宛如午后出月仰光的 一只翩翩蝴蝶般俏皮灵动 白皙肌肤夹好身材 更是惹得众人天平